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可以买配置更高 功能更全面的产品了 为何还要买一台有局限性的TNT呢 除了价格外 产品本身也不够有吸引力 在现场虽然罗永浩被我们演示了关于做PPT 坐标等操作 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方便了不适 在但使用环境上有些太多的要求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有的用户使用习惯很难改变 如今我们已经接受了鼠标键盘等操作 而锤子语音和触摸的结合作为一个新的交互方式 至少在电脑上面如此 我们很难去接受这种模式 锤子要想改变用户长期养成的使用习惯 必须得有突破性的改变 虽然锤子宣传是革命性的 提高了用户的使用效率 但目前来看并没有达到这种效果 当然 现在锤子TNT也没有发货 关于何时发货 会不会顺利发货我们也不清楚 但既然锤子已经做出了这款产品 我们还是一样 TNT能顺利发货 希望到时候正式版的出来后 能有更多功能区的突破 给我们全新的体验 感谢观看